我们到马来西亚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找好吃的了 听说马来西亚是美食的天堂 那这个机会我们肯定不会错过的 我们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找了一家餐厅来这里吃 感觉还可以 很久没这种感觉了 然后在我们住的附近这个居民联谊会这里 我们看到有一些老人家也会在这里健身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我在印尼的时候 我很少见到有这些老人们在一起健身的 特别是女的老人们 晚上的时候我们出来瞎逛的时候 不小心走到一个美食广场这里 这个美食广场叫做101大时代 但是我现在想想好像全部都是中餐 连小吃这些夜宵全部都是中国菜的 非常有意思 说实在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场 因为的话这种情况 在中国应该是满地开花 遍地都有 每一个城市基本上都会有 所以这种感觉给我非常的亲切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广场白天的样子 非常空 啥都没有 我们等一下准备去这个石迷公园 壁湖 还有这个仙人洞 或者叫仙女洞 这些地方去走走看一看 听说在这里附近能去走的就这些地方了 反正我们找到的资料不多 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 这样子让更多人发现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站到的地方就叫做石迷公园 导航的话导航到这个石王宫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他这个石迷公园是在石王宫后边的 然后他这个入口有点怪 从右边这里一小一小个地方 走进去不要走错哦 那沙南坡石迷公园 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大门了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究竟这里是看什么的 看看有啥要注意的 不要跑 不要躺 不要抽烟 反正一般不该做的就不要做了 这些石头 基本上都有一人两人高啊 所以的话叫石迷公园 非常的恰当 如果这些石头再高一点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石迷公园呢 走着走着 我们就走到后边中间的这个凉亭这里啊 这里的话四周都不围着 可以称之为碧市凉亭呢 然后的话 我看这个样子啊 他两边都有石头 中间这里空好像 这个战壕一样的地方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用这个地方 用来做战壕 就用来打仗的时候 人可以走在这里边来对对付敌人嘛 现在肯定是没有什么敌人要对付的了 所以的话 现在假如有闲情欲制的话 走到这个 石迷公园后边的这个凉亭这里来 桌象棋啊 或者是打打扑克啊 这样应该也很容易过一天 这个石迷公园应该就这么多地方了啊 当然有一些岔路我们没有走进去 但是其实所花费的时间 十来二十分钟肯定是走完了的 我们的话就还要去下个地方 所以的话就快速走完 哈喽朋友们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东马来西亚的巴雾 这个壁湖这里了 这个壁湖啊 以前它是一个挖金矿的地方的 现在的话没金矿挖了 就变成了现在的湖了 现在呢 它这里的话主要是作为这个水上运动的场所 在对面啊 很多这些水上运动的这些玩具在这里 供一家人啊 来这里游乐啊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这个水啊也是非常清澈的 看到了吗 清澈见底的 然后到那里的话就很蓝了 感觉就像在大海里面那个很深 再轻的水 到了深处它就变成了深蓝了 甚至是黑色了 那看来这里肯定是非常深的 如果想要在这里游游玩的话 不懂得游泳的话 还是需要会有游泳的人来带着比较好 才安全 我们看一下周围 真的是很漂亮 我们呢 停车是停在这里的 这里的话有一个停车场 不过来这里的人不是很多 这里有一个可能在这里休息的 漂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哈喽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Fairy Cave这里了 这个就是Fairy Cave 仙人洞的这个入口了 要往上爬四层这个水泥建筑 才能到入口 然后在入口里边要不要往上爬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它会有一些安全守折给我们看的 我们要符合这些安全守折之后 才能够买票进这个沿度 这个时候自驾游的优势就来了 要灯有灯 要水有水 要斜有斜 OK 很方便 好不容易爬上这四层的这个水泥的建筑啊 阶梯啊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入口这里来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里边确实是特别陡啊 我们看一看 陡得不得了 哇 哇 哇 然后 又窄 这个 要半拱的身啊 还有的话这些 露面啊 很潮的哦 假如穿拖鞋肯定是不行的了 怪不得 它有这个安全守折要给我们看 这个是洞口 它肯定是能够透色阳光进来的 不过的话呢 像它这个位置的 阳光应该是 没有多少 或者是射不到这里 所以它这里的食物 就很少 甚至是没有 然后到这里 阳光可以射得到了 那像这些 阳光射得到了 它都很茂盛啊 然后这里这里 这里肯定都阳光都射到了 所以它都长得到 阳光没射到的地方呢 比如说 我看看 那像这里的话 它就少一点 连苔藓都少一点了 所以的话这个 植物跟阳光 是 植物是需要依赖阳光的 这个很多的植物 然后这里的话很多这个 什么声音呢 蝙蝠的声音吗 我估计是因为我在这里的话 看到有一坨 屎啊 可能是蝙蝠屎 看来我要 尽快 往上走了 省得 红菌当头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 Dark Trail 有个Summit Trail 不过Summit Trail呢 它好像是 经过云雪才可以的 那我们就只能去走去 Dark Trail 走一起去看一看 听到声音没 是什么声音呢 我们即将走进这个黑色路线 这块石头好像是一个人在这里欢迎我们 不过看起来有点圣人而已 走我们进这个黑色路线 走一走 看一看 现在还有一点点亮光 不过很快应该就很黑了 怪不得 在行人的时候他要求我们 带这个电筒之类的 幸好我们带了 由于里边特别黑 我们相机捕捉不到 特别好的这个视频 那想要体验的话 自己来体验了 没办法了 然后在下面 买票的地方 有这个淋浴间的 终于有机会洗车了 是12年 还可以了 其实两三天前我们就想洗车的了 不过的话一直很忙太忙了 两天好像都没做什么 就除了吃东西就是找资料 然后找找这个船票干点别的太忙了 今天的话有时间刚刚好出来洗一下车 然后我们又来到这个西尼亚万 这里有云的这个夜市这里来 看一下晚上的夜市 那左边这个就是停车场了 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在这个西尼亚万夜市这里 我们在网上查的是从4点半就开门了 不过的话现在已经5点了还没开 不知道什么原因 查了一下谷歌 原来它这个西尼亚万夜市 它是星期一到星期四是关门的 星期五到星期天 他们才是营业的 从下午4点半到11点 那今天星期二没办法了 那我们走吧 先休息一会 等一下再找个地方 过夜了 累的不得了 搞了一天 好了朋友们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咯 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